第一军情作者志松据外媒报道称,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少依古日前表示,中俄将定期举行联合军演,英国检视防务周刊网站称,虽然中国和俄罗斯的局势关系已经加深, 而且全球防务分析师警告说,未来两国的合作将更为密切,但五角大楼仍然对两国元首对付美国的可能性不信一顾,美国把中俄两国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。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谈到中俄两国,最近在联合军演中的合作时表示,每个国家都是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, 有分析指出,中俄这次军演的两个关键词,规模最大,前所未有,已经事实上把中俄关系提升,到了一种准梦有关系,超出了中俄双方所定位的战略和作伙伴, 而且,这还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,也包括中俄之间在经济合作上的努力。 那么,究竟该怎么理解中俄之间的特殊关系呢? 一种说法非常客观,那就是其主要在对美国打交道时成立,这更多的是一种抱团取暖的需要,如果不是美国方面的咄咄逼人,原本,中俄可能很难走得这么近。 同时,在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打交道时,中俄之间并不追求同步,一致,都各自按照自己的原则可需要处理相关事物。 可观而言,中俄没有结盟的必要,因为结盟在某种程度上,更像是冷战思维主导下的产物。 而且,从历史上来看,结盟往往会打破战略平衡,危机和平稳定,进而导致战争,无论是中国,还是俄罗斯,都有能力在政治和军事,上维护好自己的国家利益。 这点恐怕没有人会怀疑,美国实力纵然在强大,但还不具备在军事上击款中俄的能力,而中俄之所以走得更近一点,主要是为了保持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平衡,不让人类历史悲剧重演。 当然,这次俄罗斯大军演,可能战争的味道更浓厚,但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,未尝不是一件好事,美国的躁动与不安。 正欲罚对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造成伤害,尤其是中东方向,美国强制禁止伊朗石油出口的行为,很可能会导致局势彻底失控。 无论在政治经济上,还是在军事上,美国对中俄都非常不友好,这种不友好还在逐步升级为一种敌意。 那么,中俄自然会对此非常不安,并作出反应,就中国方面而言,台湾问题,南海问题涉及核心利益。 美国利用既军事力量的强大,对中国指手画脚,说三道四。 而今,还在贸易问题上做文章,试图比中国签订成下之吗? 美国对华总机调制未独恶制,从来没有变过。 就俄罗斯方面而言,美俄政治交流几乎断绝,经济上更是下了此手,屡屡制裁,军事上则在两个方向对抗,一个是中东,一个是乌克兰。 简而言之,美俄目前基本是敌对关系,中美则走在潜在对抗的道路上。 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,美国始终把中俄另一位对手,和称霸全球道路上的最大威胁,美国的敌人永远是第二名。 这句话,可能肤浅,但全是真理,曾经,有许多国家在接近美国的过程中,都遭遇了黑手,那么,中俄也不会幸免,其中又以中国为甚, 因此,面对拥有超级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国时,中俄无需结盟,但一定要携手,这是符合中俄双方利益的,也是有利于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。 霸权主义不能为所欲为,也不应为所欲为,声明,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,被尊重原创,转载请标明出处,微信公众号转载,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,敬请配合。 第一军请开通抖音账号了,请大家多多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